大骊京城 一位身穿明黄色滚服的中年男子 在私里见两大雕塞摒弃宁神的领路下 来到一座祭祀设计的高台 大骊在东宝平州王朝眼中 属于未开化的北方蛮子 对于礼乐一事粗鄙不堪 这其实啊 不算冤枉大骊宋氏 高台底下 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白袍男子 正是从黎珠洞天赶赴京城的大骊君神 藩王宋长静 宋长静与迎面走来的滚服男子 在眉眼之间依稀有几分相似 桀骜不逊如宋长静 依然微微低头抱拳道 陛下 中年男子见到宋长静后 笑着伸手在后者的肩头拍了两下 欣慰地说 第十静了呀 不错不错 不愧是我的弟弟 啥时候继身第十一静啊 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放爆竹 庆祝庆祝 你要是觉得场面不够大 我可以下旨让朝野上下一起放爆竹 如此一来 我可以先偷偷囤积爆竹材料 宋长静看着眼前这位神有万里的大骊皇帝陛下 有些无奈 他换了一个称呼 皇兄 是不是可以做正事了 忙完了正事 咱们再闲聊 中年男子笑着点头 哦对 正事要紧 赚钱的可以靠后 他搁下藩王宋长静 独自走向高台 涉及而上 突然转头笑问 要不要一起 宋长静没好气的说 不耐烦跟那两个怪脾气老头相处 怕一言不合就打起来 男人哈哈大笑 一边继续登高 同时扭头打去 说好了 小打小闹 我肯定帮你 真要跟他们搏命 我可不帮你 宋长静收敛笑意 他正子问 黄兄 这一次 一定要闹得这么大吗 如果我更早一点知道 那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风雪庙的未进 而是一个极有可能是十一楼 甚至十二楼的危险家伙 我一定会阻拦你摆出这么大的阵仗 男人已经转过身去 淡然的说 我大骂需要告诉整座东宝平州 十三镜之下 皆可杀 当大骂皇帝踩上最高一级台阶 一步跨入高台 身形随即就消失不见 原本不过农户晒谷场大小的石瓶 从宋长静和两位私里建大雕塞所占位置 远远仰望而来 本该空空荡荡并无遗物 可置身其中的滚服男子 视野所及 却是一栋高达数十丈的突兀高楼 不是大骂京城随处可见的木制建筑 而是耗费不计其数的白玉 雕砌而成 底楼悬挂扁额 上书三个金色大字 白玉金 高楼大门自行缓缓开启 大骂皇帝走入其中 只见有一柄雪白电光 疯狂萦绕的大剑悬浮其中 整栋楼层 皆是丝丝缕缕的游走电光 皇帝无视那些孕育着 灵力建议的电光 大踏步前行 往楼梯行去 电光如庙堂群臣 欲见一朝首府 纷纷退避让落 二楼亦是相似场景 唯有一柄飞剑悬庭中央 只是不同于第一楼飞剑的剑身宽阔 此处飞剑通体呈现出 晶莹剔透的幽绿颜色 剑身迁徙如初春柳叶 楼内如溪溅绿水 缓缓流淌 微微荡漾 大骊皇帝继续登楼 乍一看呢 相较底下两楼的惊艳光景 三楼全无异样 既无气势惊人的飞剑悬庭 也无光怪陆离的养剑环境 可是之前一步不停的滚服男子 在这一楼稍作停留 他眯眼仔细环顾一周 低声笑着说句 找到你了 走到不远处的墙壁下 身体微微前倾 视线之中出现了一柄 绣花针似的绣针飞剑 可如此知晓的飞剑 竟然还配有灰白剑鞘 各有抵住二字 这把不起眼的小玩意儿 倒是有一个大气夸张的名字 四楼是一把剑身布满 俘禄撰文的古朴长剑 五楼是一把大道匪夷所思的大剑 与大骊男子等高 写有镇月二字 大骊皇帝依次登楼 最后来到十楼才停步 楼内站着一老两小 老人面目离黑 肌肤褶皱 身材高大 穿着一袭白衣 头戴高冠 一双深沉眼眸之中 不断有旁人肉眼可见的紫气 快速流转 老人身边一双少年少女 竟是黎珠洞天那座小镇的泥平像主仆 宋吉兴和婢女至归 少年锦衣欲带 已是大骊头等风流的少年郎 唯一的美中不足啊 是少年尖头上 趴着一头土黄色的四脚蛇 有些大压风景 好在细看之下 她额头隆起 争容出露 少女至归 好像比在泥平像的时候 个子长高了寸语 容颜更胜一筹 整个人光彩四射 给人一种 久汉逢甘霖的玄妙感觉 老人此时 正站在十楼窗口位置 伸手指向城中某处 为少年授业解惑 发现大骊皇帝的到来 老人不过是点头致意而已 大骊皇帝对此全然不以为意 走到宋吉兴身边 想要摸摸少年的脑袋 少年却不露声色的侧过身 躲过那只手掌 大骊皇帝面色如长 收回手后他笑问 宋墨 跟随陆先生学习忘气之术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可曾发现咱们大骊京城 山河大镇的镇严所在啊 少年脸色冷漠 生硬语气里套着一股 疏离隔阂 尚未发现 高冠老人笑道 堪于意图 哪有那么简单就登堂入室啊 不过宋墨已经算是出类拔萃 丝毫不逊色 其他大州的年轻俊艳 关键时宋墨耗劲很足 因为精通数算和推演 学什么都事半功倍 楼上蓝巨子和等眼界 毅然堆宋墨不吝美颜 称赞为胡连爷 大骊皇帝他哈哈笑道 活的儿子嘛 婢女至归 悄悄后退几步 皱了皱鼻子 嗅了嗅 大骊皇帝转头笑嘛 你这小毛贼 真是不客气 少女一脸茫然无辜 男人伸手指了指他 大骑道 有戒有还 再戒不难 可别止进不出 小心我把你送回那口锁龙井 再说了 李京城最近的仙家门派长春宫 就有一口水井 到时候 让你搬到那里头住去 滚服男子一句玩笑话 却让智规脸色苍白 赶紧小嘴微张 吐出一丝丝金黄之气 这些宛如一条条金黄小舌的 缥缈气息 迅速依附在 滚服男子的团龙图案之中 如鱼得水 在华美龙袍的丝线之中 欢快游走 那件龙袍随之微微颤抖 泛起一阵阵光彩 龙袍下百处的海水江崖 当真激起了些许水花 大黎皇帝哈哈大笑 胆子这么小 为何当初还敢一次次 跟齐先生发脾气呀 少女脸色黯然 挪不去往别的窗口 视线一路南下 离开高楼 离开宫城 离开京城 试图看到那遥远的南方家乡 他不太喜欢这儿 这座名为 生龙城的大黎京城 多多多多花 感谢观看